第一题下列有关于干电池碱性电池的迅速何者错误 A 干电池与碱性电池皆不可充电以避免发生危险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过 B 干电池的内部组成物质包含二氧化膜 这个是对的 这个二氧化膜是存在于电解之中 老师上课的时候也有讲过 C 碱性电池电解液为强碱性的氢氧化解溶液 这个是对的 这个它叫做碱性电池的原因 诸 干电池与碱性电池的正极反应物质皆为新金属 这个是错的 我们平常会说我们的心壳是负极 而我们的碳棒是正极 所以它说正极反应物质皆为新金属是错的 因此第一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于干电池碱性电池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干电池与碱性电池的正极反应物质皆为新金属 我们下列有关于是